针对这一份外泄名单内容不只包含许多旧金山知名的古迹建筑 科伊特塔 推特总部 卡斯特罗剧院电影工 以及费尔门山顶酒店等 且总计多达3400栋的建筑物 其中不乏人潮拥挤的办公室与商场 但当中的住户或顾客可能都不知道 自己正处于大地震倒塌的危险中 这也是其中一项主要原因 使得旧金山市政府至今仍未决定发出官方通知 避免引发市民租客或投资人恐慌 且追根究底 由于名单上的危险建筑物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建筑采用非延展性的混凝土建造而成 而这种混凝土在承受大地震时 会因为压力超过负荷而发生断裂倒塌等危险 因此就有结构工程师表示 要改造这些建筑物以达到最新的抗震级别 可能要花数十年时间与数十亿美元 而负责监督地震安全政策和计划的 旧金山市首席副元官斯特朗则回应 该是有决心确保建筑物安全 但过程需要时间且成本巨大 东森新闻团队洛杉矶报道